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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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把利率降成零了 这个钱也就是说你的借钱没本的 你现在不投资就是亏了 不管买个什么东西 买房子的买股票的 买比特币的 现在比特币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就是说那种取货费 就是数字资产 因为国国政府这个印钞票 印的太多了 所以所有的纸就像你讲的 都是paper 就是paper money paper 所以他们可以任意印的 所以他们可以任意印的 还有没办法呢 现在你说大家都在家里 你不印钞票 让大家生活怎么办 我跟你讲啊 这次啊 对啊 你现在没工作了 又不能去去去门 你当然了 现在就是很多这个粮食 取备各方面是很多 但是要有人去买吧 对吧 所以政府就大量的印钞票 就是 这边是西方国家 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 把大家就是印钞票 就是每个人都发钱的 哎呀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货币 我前几天看到一篇 一个消息 他的爷爷被的买一种房子 是4000块钱 到他父亲那个年代 五六十年代 就到了4万块钱了 嗯 到他这个 现在他买这房子 就到了400万了 就是 然后呢 到他儿子那被 到他孙子那被 可能到4000万到4个亿了 对 所以你这个乘房子的价值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 那么各个国家的政府 谁都有这种很大的冲劲 去印钞票呢 对吧 对 对 因为房子呢 在某种程度上 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个 普通人供应的这个 就是保值的一个 一个方式 对 这是现在就是主流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慢慢一个趋势发展呢 就是这个虚拟货币 就是叫 他们叫加密 我上次跟人家说虚拟货币 他说不对 叫加密货币 哈哈哈 加密货币 它仅仅是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一些算法的问题 就是 当然我们学 我们学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了 他就是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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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范式 一个模型 然后呢 他这个模型 没多少钱 就是 那个东西呢 就 上次那个一个 李永老师 就专门讲这个 加密货币 他用比较通俗的语言 来讲这个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么呢 大家就是说 这个 取你货币的普及性 对吧 就是 是不是大家都用这个 现在你看那个 实际上来讲呢 就关键你的人群 都都 如果说所有的人群 你这个群里 对吧 那么都同意 用这个东西 作为一种交换的手段 对吧 他就可以了呗 一个国家的 纸不也一样吗 对对对 国家的这个纸币 不也是纸吗 如果说这个国家 大家都同意 用这个来交换 他就是一种货币了 现在呢 除了刚才讲了 除了全世界 国国国家 跟美国一样的学习以外 现在那个 这老国心也开始支持 創造自己的货币了 现在来讲 你知道 现在Facebook 在做自己的虚拟货币 对啊 Facebook 这个可不得了 这个扎特伯格 这家伙 这次 直所以支持拜登上台 是因为拜登默认他 可以做这个工作 他扎特伯格 Facebook 拼命的反对 川普 甚至把川普的号 什么都给他修了 我跟你讲 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看 这次我最近才发现 原先的时候不太清楚 这个数字货币 这个 这个平台啊 你像中国人 炸很多的 一个是货币的吧 一个是叫OKCoin OKB 还有一个呢 是安币 这三个币呢 在全球来讲呢 现在已经挣很大的分量了 并且呢 这个安币啊 刚才昨天那一天 我一看 这个开始呢 我因为它就是一个普通交易平台 对吧 后来呢 他自己发现一个币 叫安币 叫B&B 对吧 用B&B呢 这个小伙子呢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三年前 融资了1500万 然后呢 来开发这样一个平台 当然了 他原先是有经验的 现在那天 我看到的时候呢 他说190个亿了 现在已经是500个亿 将近是 你看 就是一个礼拜 就翻倍了 我那天看到的时候呢 是130块钱 这个币啊 一个 现在呢 昨天晚上呢 是330 那我把它全卖掉了 然后今天呢 是280 我又买进来了 哈哈 因为 对吧 现在就是说 这个是长得很猛的时候 停了 你得赶快卖掉 对吧 然后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你把它又买进来 对吧 我就 我就说 这我弄的 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我想 这个可以有 这个有很大的收获 反正 这个礼拜 已经翻了一倍多 哈哈哈 因为我还停了一下 你知道吧 如果我没停的话 我这个翻了好几倍了 真的 你知道吧 因为我第一次买了个币呢 它就涨了 就是微进去 它就涨了150% 后来我就想 这个虚拟货币 叫那个比特币 那个Cash 对吧 就是比特币现金 Cash呢 是500多一点 我买到现在 现在是700多一点 我把它卖掉 卖掉 我就另外就 我就后来发现 我这个就 ENB 就是IMB 没这么涨 你懂吗 所以在130的时候 我看到了 大概是三天时间 就涨到了330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吧 就是看你胆子大一点 对吧 什么分散啊 什么投资 那就浪费时间了 那股神还是股神 你懂吗 我跟你这么说 将来这些币呢 有些能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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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那么这些呢 绝大部分呢 就是大家都 做一种 这种环销游戏 就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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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本山和这个 演的小品一样 2千 3千 3千5 4千 4千5 OK 这叫配卖 本来这个市场 它就是破卖 2千 不是全销 明白没有 然后就是 还有最后就是说 赵本山说 你先喊 2千 我喊了 给你了 今天这个 这个 所谓的 我跟你讲啊 比特币呢 就相当于我们讲的美元 对吧 其他的那个 这个叫token 对吧 其他的都叫token 其实是相当于美国股票的股市 就是股票 明白 啊 所以呢 他们是基本上的水涨全高的 对吧 只要美元 这个叫比特币涨呢 那是他的都涨 明白 然后呢 相关的这个生态系统 像我最近推荐那个叫riot 对吧 还有这个就马拉松 pattern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涨 我观察了一下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 他这个涨跌了 跟这个比特币是同步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它是快 明白没有 啊 这些股票 说解释的话 我们已经玩了半年多了 像这个 今天问题是在于是 加南 加南的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 还有一帮 一通 这个 通讯 像这些东西 他们从去年 我们就玩了它 又很长时间了 现在已经说涨了一百倍了 你知道吗 那个股票 那人家说的还涨吗 那你说 现在是比特币涨到 五万七 现在今天是吧 如果这五万七 如果再涨到十万 十四万呢 他们肯定涨啊 对不对 啊 这个就像 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呢 是一股 叫做 预风 你懂吗 我这些股票当中 一帮我还没买 因为股票从去年的 去年的三五块钱 我就进去了 关键问题是在 就是你进去以后 你要 你要 要跟踪到底 你知道吗 我那年我跟你讲 有个经历就是在 2000年的时候 你明白吗 2000年那个 internet泡沫 对吧 就是了网络泡沫 那个时候 那个押沫 那个股票 就是个做生意的时间 因为我没有没有 我们又没有大量的资金 所以后来我们钱 做其他的也是挣钱的 对吧 当然了 你守住一个东西呢 有可能也不少挣 但是呢 你其他地方 你钱放到其他地方 也是可以挣钱的 对吧 但是 现在你要搞清楚 是哪一个涨得快的问题 哈哈 第一 第一 哪个是最好的 那一天我买那个an不一天涨了 倍分之620吗 对啊 那涨得也 那涨得不比比特币卖呢 对吧 那是 现在是有快的 那你那个 那个是很特殊的 现在我们讲的比特币就是说 跟它相关的就是说 你有一个指标 有一个参考的这个 对吧 这个参考的值在里面 明白没有 不然的话像你这种呢 就 就是找一个涨一天涨600% 是比较难的 我也知道一个朋友 他投资100多万 他搞的股票也是一天涨100 200% 这个 但是 我就知道这个 我现在就是知道 他只要这个股票 现在这些 币也好 股票也好 他一天涨20% 就够了 一天20% 我那天跟你讲 我那年09年的时候 我说一个礼拜 赚1% 每个礼拜 1% 这些人都瞎懵了 他说哪有这种事情 他妈的 现在是每天赚20% 你的水平现在放到今天 他们现在这些小伙子 都不先一顾了 对 但是 如果对相对于已经在市场的 或者是自己做的 对吧 那就不虚一顾了 大家都想每天做 他现在都是股神 你知道吧 都是股神 你看现在的业绩 几个月 这个三五倍的这种很多的 天赚的关键 就是呢 就是股神 就是说 真的股不股神 是在退球的时候 看到是不是裸油就行了 关键是能够 能够在熊市当中生成一下 对 我们就是在熊市生成的好几轮了 已经 对吧 你知道我来 我觉得我那几次熊市是住的非常漂亮 现在回头来讲 我们是熊市当中过来的人 现在关键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经历了好几轮熊市了 对呀 看见的这些 看见的这些 这些 逝去的股神也太多了 对对对 这么十几年的钱 在一天之内培光的 这种事情 像那个傅伟民 就是在十天之内培光 一个多亿 从楼上跳下来 对吧 像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挣了十几年的钱 一天培光的这种 不过这一点 你要搞清楚 第一呢 就是说你要如果是 如果是一个方向的话呢 这种东西 第一 如果是一个方向呢 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二呢 如果是杠杆的话呢 这个就很大 你知道吧 如果是没有杠杆的话 比方说 你像我们上次 我 我是在每一次的这个 就是最顶峰的时候 我都 都逃掉了 你知道吧 你像上次 比特币 到两万的时候 那已经疯了 对吧 到那两万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是 整个市场是疯了 然后呢 做市场做空的人呢 就拼命去扎 最后呢 那比特币从两万 一直扎到五千 到五千以下了 对吧 现在呢就是说 从五千 去年的三月份的五千 现在已经涨到五万十千了 同时呢 当然我选择那几个股票呢 它是 就是我一直在盯着 我一看 妈那个 看就是看看哪个 涨得最快 你明白 跟比特币是相关的 那几个股票 那个呢 就是三毛钱呢 变成 四十块 八十块 这年头 你投资一万 一千块钱 一百倍就是 十万了 我上次在两千年的时候 碰到有九个小伙子 那也是胆炸 他投资五千块 最后赚了一二十万 其实他是赚了十万 他告诉我 我现在想的 我现在想的 这个事情 不是说赚钱 多赚少赚 这个肯定 熊市 牛市当中肯定可以赚 不跟你样 在牛市中呢 你要赚钱呢 要尽量 多赚 对吧 并且要快赚 因为这个东西 是死不可惜 死不再来的事情 你一旦慢一点 我上次呢 我跟你讲 我吃了个亏 就是说 本来去年的时候 对吧 就是市场大的波动 我是赚了很多 后来我就犹豫了 对吧 后来这市场还在涨 我说这个东西 病毒 天天是越来越多 生意是越来越关 对吧 就是说 到底都是关门 我现在感觉到全世界已经不正常了 疯狂了 对 你看所有的人都在 都在这个疫情期间都出不起霉 所有的人都在用没有本的钱 在做股票 这简直有点有点 我感觉是有点荒唐的 已经到了一种荒唐的地步 你说这个政府把利率降成零 就意味着资本没有成本 对 然后没有成本在家里没事干 那么就就就就就就拿着钱 借钱来来 戳股呢 他戳股呢 他戳股呢 你知道这次那个GameStop 对吧 Game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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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荒唐的事情 非常荒唐的事情 对吧 他从两块钱 快要破产的一个公司 一下一路涨 涨到500块将近 就480 和价值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跟价值没关系了 你要用任何一个理性的 或者价值观念 市场观念去考虑的话 都没有用了 对吧 一定想不到 但是你知道吧 他说散户跟机构 那你走 都这个机构 你知道最高的是700块的时候 他们拼命做空了 现在从480掉到40 现在是 现在是 对吧 多少倍啊 90%掉了 啊 哎呀 那多少人就是 就是 就是 200个亿 现在变进 20个亿了 啊 金融游戏不好玩的 如果说真正的 你还出不去 你这个 你想着你 哎呀到处止损 止什么损呢 没有你 你给你就止不住 到时候你卖不出去的 那是 首先呢 就是这样呢 就是首先呢 你要注意安全 对吧 把自己要吃饭的钱呢 家里生活的钱呢 要留住 对吧 买个房子放在哪里 啊 这个都是话是这么说 用个百分之 一般来讲呢 是人家说用百分之十的钱 就是你的资产的百分之十的钱呢 玩这个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 对吧 有生命危险 要倾家当产 这个概念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现在呢 就是比方说 现在呢就是说呢 有钱的人呢 还是很多钱的 现在在银行里面的钱呢 成款呢 是越来越多了 对吧 并且呢 这个钱呢 是越来越贬值 他们不投也不行 所以听说最近的时间 房子的价格也是在 就是 这个 都在涨啊 并且还是抢OFF 这些情况又出现了 就跟那个买这个 对吧 买那个币一样的 最近呢 我在想啊 我看到这个 安币这个老板啊 就是叫赵长鹏啊 确实是了不起了 对吧 第一有胆有膜 对吧 人也非常的不错 对吧 你看他1500万 他能够搞到1500万 这融资三年半就变近500个亿啊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并且这个势头很大 他现在是全球第三大市值的这个 虚拟货币交易所 在目前这个情况呢 看来说 如果是比特币 对吧 嗯 就是说 没什么调整 就是 像目前这个速度 走的话呢 这个安币呢 是 还能够涨到 一二十倍 或者是 更更多 对吧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我现在就是 就盯着这个 我只要看到比特币 我就买安币 你有哪个平台在交易啊 我现在一个是安币 安币本性的平台 就是 Be Nice 对吧 一般的人呢 他都是买 用那个Coinbase 对吧 还有些呢 我上次 用那个 就Blackchain Wallet 那个不好他妈的 手术费太高 对吧 现在呢 还有一个 法国的 英国的平台 就 Etora 是我现在是用的 Etora 所以现在这个金融 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在金融区域革命性的变化 的时候 就像你刚才讲了 因为有的这个互联网 一个互联网金融 对吧 然后又有的这个虚拟货币 现在是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海啸 当然这个海啸跟上次那个海啸不一样的 就是说 对吧 这是往上走的 对吧 不是往下走的 海啸 现在来讲 你看这个 这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默许了 我跟你这么说吧 Facebook只所以支持拜登 原因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因素 对啊 就是为了默许 他可以在这个虚拟货币上做事情 对 原先安普是不让他这么干的 你知道吗 现在美国的话是这样的 一种 现在就是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刚才讲了去中心化 就是人民的这个社会的力量 群众的力量 开始发挥作用 你知道 你知道 现在呢 你要知道 假的 这个东西 如果允许他 数字货币在他这个Facebook里面 这个运行的话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呢 这个都是无价的 对 对 现在这个 我觉得中国这中国人呢 搞的这三大平台是很厉害的 对吧 如果中国这个就是这三大平台 如果在中国也是允许的话 假比方说 拜登允许Facebook发货币 对吧 这个Google怎么是他的地方 大家都发货币的话 那中国他要赶上这个东西他也要发 对吧 如果他发了这三大货币呢 如果在中国能够通的话 那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中国他不会的 中国政府他垄断的 我跟你这么说吧 中国政府他自己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已经开始实行了 对 那个他要让他这些东西能够在中国实现的话 那他说句话中国政府 那就不叫独裁政府了 对吧 那是 现在这个所谓的桥流呢 不过在中国呢 他是独裁的话 他就是 他是有控制和控制能力的 第一 他不让资本这样的这个疯狂 对吧 就像你一讲的话 他就是不希望股市疯 对吧 并且呢 他是股市他是要有控制 这个这一点 没错 其实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个 Mask Ellen Musk 就是发表那篇文章 让他的特斯拉可以接受这个比特币 对啊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 对对对 这是一个巨大的事情 因为怎么呢 大家其他的人都跟着他来了 那就 那这个比特币 就这个 那这个钱都是无量的 因为企业可以接受 接受这种数字货币了 这个东西太太太太关键了 对呀 对对对 你如果说仅仅是一种炒作的游戏 那么你炒我炒你 那是 那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对对对 那就是没有根本 买这个比特斯拉的汽车 这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 这些东西 而且银行 你比如说 像这些 像这些 摩根斯坦利 像这些银行可以开始存这些数字货币 对呀 他银行长期来讲 这些东西和国外银行进行交换的时候 除了Swift的系统 美元的系统以外 他完全可以用这种系统 用比特币来交换的 对对对对 这些东西是 这些东西是一些革命性的东西 对对对 这才是 这才是动摇 长期来讲 会动摇整个美元体系 对对对 美联储 这帮家伙不知在干什么 但他们肯定在想办法怎么控制 现在 现在就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怎么办 对吧 因为美联储那帮家伙是全世界怎么说呢 他们现在控制 控制着 他是私营公司的 对吧 对对 私营公司 他那其实整个全世界 你知道美联储是抢真正的抢劫的大家 对啊 不光抢美国人啊 他抢全世界的 对啊 我给你讲 他的绝对中央是抢全世界 不是抢美国人 美国也欠他几十万亿啊 美国现在欠欠他 他美美美美国就欠美联储几十万亿的 对啊 然后全世界他又用印出来的这些值 那就美元一对啊 美国 美国欠他的 然后全世界又用美元在那里欠美元的 对啊 对啊 所以他用这个美元抢全世界的财富吗 他不就是这么个概念吗 他就用这个东西来的 现在就是说 用这个值换走全世界的财富 对啊 你说 这老百姓辛辛苦苦的 这吧 这个劳动打工 这哪做得赢啊 对吧 其实 现在你说 他前几十年的工资都没这么涨 对吧 你知道 你知道罗斯特尔德这个家族 原先 原先他们这个母亲 他们说 你知道他们 他们说过什么话 只要允许我们有货币发行权 谁当国王都无所谓 对啊 你要我要 我有个股票 我要发一个货币 你当谁当跟我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我跟你讲 你知道在欧洲的话 那些 那些国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消息不一定是准的 但是我看网上那些 关于共进会呢 网上在传这个 就是整个欧盟的货币发行权 也属于这几个人 对啊 那肯定是 由他来讲的 他说 控制全世界的 有13个人 对 他本来是这样的 他们也就是垄断 你知道 因为我跟你讲 在西方社会的垄断是金融 货币 对吧 是法庭 明白明白 那不在总统那里 隐藏在全世界后面的 隐藏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后面的有13个人 对啊 这13个人控制着整个的金融和政治 对啊 你知道原先我们知道大英帝国 想到年大英帝国解体了 似乎是印度也独立了 加拿大也独立了 然后 但是他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全世界 那是 这只手有多的多么厉害呢 对 谁当 他让谁当总统 谁就可以当总统 对对 川普这次下台 你还没看得见吗 就是这只手就把他弄下去了 对对对 这个绝对没错我跟你讲啊 他讲的这个 你讲的这个东西是绝对没错 现在呢 并且人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 也都意识到这一点了 那么你像我以前的时候我们都不懂了 大家都讲了 哎呀西方的媒体是自由的啊 对吧 你的货币他垄断了 对不对 媒体他怎么垄断 你明白 媒体他怎么垄断 以前的时候在西方社会的媒体叫 他就 他就是 负面消息叫消息 正面的不是消息 你明白吗 啊 这负面消息从哪里来的 负面消息全部是在法庭来的 全世界的所有主流媒体 都在他们控制之下 对呀他每一个东西都是 第一 你看我 我这次就知道了 这所谓的言论自由 你看我们 他帮我打下来以后 我说话就 就没有什么用了 对吧 没人听了对不对 你要发表在什么报纸上 什么东西他不让你发表的 他说你是罪犯啊 你有犯罪制度 他不让你发表 明白没有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并且每一个报纸都有律师 你不能说法庭怎么样 你有没有没有 就是在那些大的媒体 大型的媒体里面 他们只有毁灭你 他不会说把你捧上去的 对吧 也不会说那个 你看那个 你看最 最活的政治家 参议院也好 政议院也好 国会议院也好 都是那些耍流氓的 对吧 反动分子才能够当上去的 因为怎么来 他的知名度高啊 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 所谓的选举啊 对吧 民主啊是个假的事情 第一 你必须要在风口浪尖上 第二 你的知名度要大 对吧 你说100万人有10%的人支持你 给你有10万人有50%的人支持你 谁多啊 所以这个媒体呢 他是无论是货币 是一只无形的手 媒体也是无形的手 在控制的 你明白 他不是 他们这个东西是 我跟你讲 就像你讲的话 他是配套的 你明白 他是一个配套的系统 明白吧 一般人不明白 我们这个是 思想比较解放 对吧 比较思考 金融媒体 政府 对 包括军队 对 这些警察 这些实力 对 对 他都最后 你知道 你知道有个什么问题呢 他就是一个方向 他最后都成了一体了 对 对 他是个利益共同体 对 那个 70 从二战以后到现在70年了 这个共集会呢 据说是有3000年的历史了 3000年的历史 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把全世界的这些权力 全 这些精英啊 对 全融合在他的手 对 你要就在他手势 要就把你毁掉 你明白 他让你成功 他全世界的这些资源 一夜一夜之间可以让你成功 对 让你毁掉 那么也是几秒的事情 那些总统 像什么 像这个肯尼迪尔都被他们杀了 你想想他们这些势力有多大吧 是吧 是 所以现在来就是说呢 我们在海外要生成发展 首先必须要懂金融 对吧 没钱是说话没有力量 对吧 第二呢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媒体这个 这个力量 第三呢 你要知道这个法律的事情 其实我跟你讲 我在过去十年 我对法律的研究是非常的深入 深刻 反复试 就像买股票一样的 反复想 反复实践 就是其实是 最有 我跟你讲啊 最有媒体效应的 就是 就是 能够跟法庭做纵正的 你看那个 孟晚舟这个事件 他这个媒体 如果 孟晚舟事件 他又垄断 在一个媒体里面的话 然后比方说 他的点击率 所谓的这个 你看有一个玩游戏的 对吧 他现在这个有一个意义的 订阅这个粉丝啊 他每天 他每天 现在他每年赚多少钱 这个人玩游戏 就是说 玩一个游戏 告诉人家怎么玩 这一天又 又输了 乱喊乱叫 他把他搞到一亿的人 在他那个 网上 他一年赚千多万 稳定的收入 并且是越来越多 明白 假如说 像法庭这种事件 像孟晚舟这个事件 你要有的这个东西 是每天就跟踪他 然后又是说什么东西的 你看他这个媒体的点击率 远远敲去 几十倍 几百倍 上千倍的这个 这个 都要玩游戏 那个人的这个点击率 那你说 如果在YouTube上里面去 那你说那个钱赚的 有发过货币 每个人都赚钱的话 那也是不得了件事情 啊 你知道吧 其实我跟你讲啊 你要利用法律 在法院做斗争 我原先的时候不知道 2009年的时候 网卡 还是我的网卡 啊 你那个图像有点卡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哦 没事 可能是就是 网络连接有点问题了 嗯 我跟你讲啊 如果我原先 你知道 2009年事情发生以后 一个财富是在不断的卷移 他是从一种形式 卷在了另外一种形式 从一个人那里面 卷到另外一个人那里面 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这个 在09年的时候 我这个媒体的这个 曝光率 或者是点击率 我说影响力 都是很大的 你知道吧 但是呢 不知道收获 明白吗 哈哈 因为呢 如果那叫那个这个 YouTube这个 搞个这个东西 那里去 就独家捐房 我就是每次就是 放在那里去 那点出去 多得不得了 每天 那人都跟着走 然后再发个货币 然后大家都捐钱 然后把这个官司 一打赢的时候 大家都分钱 那 利益共同 你知道吗 很重要 明白没有啊 哈哈 现在所谓的人家 那个叫那个 这个安币啊 比特币啊 这个币这个币的 因为什么呢 大家有实际的利益在一起 明白没有 啊 我跟你讲啊 我本来是想的 就是我这十多年来想 其实呢 我研究这个法律的上来 对这个法律的研究呢 就是说 那是最有价值的杖势 但是呢 因为没有跟人们的利益 这个叫 联系在一起 挂钩 所以呢 就变成了一种 负面的东西 按理说呢 他是一种非常支持的 正面的一种力量 明白 所以 这个唐先生 因为我们这个 讨论这东西 嗯 这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当中啊 究竟能做什么 什么事情 金融现在去中心化了 对吧 对呀 因为 因为我们 说起实的话呢 呃 我也 我做企业做了15年 然后做金融也做了16 7年了 嗯 有30多年了 我最近在思考一些 一些事情 就是机会在哪里 如果说我们再去做这些 交易的事情呢 那 这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我跟你讲啊 我们两个不是在交易的事情 没有意义 我们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我们利益在哪里呢 讲比方说 对吧 选好了一个目标 选好了一个股票 打比方说 你看到这里去 不要吃 我现在不 不是实施这个交易的 一天也不做一次的 对吧 啊 现在的就是说不到的 不到的顶了 他时间涨 我就有时间等 等到涨到不涨的时候 我就跑了 明白 交易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要说 原先的说吧 一段时间 我呢 开始的时候呢 我在刚开始去年 二月份回来的时候 我每天呢 就看电视 就是我不看这个屏幕的 没办法 我就看了电视 走到那么多的时候呢 我就 哎 开始差不多了 就把它卖掉 然后呢 这些人都吓得 命都没有了 我就把它买进来 对吧 我就这么弄一下 这个效果非常好 后来呢 我就想了 这是不是交易 做到这个平台上 是不是看得更清楚一点 能够赚多一点 其实这个是 你刚才讲的话 是最 交易太平凡 是 就是 足牢不动 并且还有害身体 关键就是 关键在这里面 应该怎么走出一条 刀出一条路来 现在我跟你讲 超出一条路来很简单 我跟你讲 第一 要人家知道你 你要有影响力 对吧 第二呢 你要有一个自己 就像我跟你讲 去年 有一个女的 她其实我估计到 她是看上那个 Elon Musk 这个Tesla 所以呢 她买了Elon Musk Tesla 然后Elon Musk 又告诉她 比特币不错 她又买了这个 她去年 27个亿 她的回报 你知道多少吗 也就是100左右 然后呢 她就变成500个亿了 明白没有 啊 我们要做的是这种事情 是吧 你只要有个 一个亿 放在那里 对吧 我们选的都是好股票 对吧 我们肯定会选嘛 这个事情 买在那里就肯定比它太强了 跟你讲 就是我们选 就是像人家买东西一样的 买最贵的 最好的 对吧 量最大的 大家都需要的 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嘛 哈哈哈哈 就得买这个 像你一讲的话 要就买最便宜的 在底部 放在那里 没涨过百分之几百 就不出来 那就行了 关键问题 我们两个就很简单 你有一个基金 对吧 你有个基金 我呢 就帮你打工 啊 帮你去 摇齿拉海 哈哈 对吧 啊 都是有手术的 第一个刚才讲了 就是说 要合理合法的手段 对吧 要 对最近 打仗啊 要出师有名 啊 最近 最近我在 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 出了做金融 因为没有做公司 对啊 最近我恐怕要注册公司了 注册公司以后 本来是早就要注册公司了 没有注册公司 买一个就行了 那你只能有钱嘛 所以呢 重新重新重新 可能最近最近注册公司 然后 我跟你讲啊 你要注册公司 我跟你讲啊 现在你到网上去 就是美国的这个 叫那个 可啊 他们公司早就注册什么都有了 都不要什么钱的 啊 发一点的 发一两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公司了 那比你注册公司要好得多 并且在上市 你把那个你的钱 自己的钱放进去 对吧 这个都是你自己控制的吗 一十万二十万一百万放进去 找几个朋友 每个人放个几十万 就两百万一放上去 然后我再把你啊 我们两个就是这么搞搞 对吧 每天说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这个 雄伟目标 这钱就来了嘛 你问你是 对吧 啊 是不是 其实是很简单 就是要你 对吧 在网上我给你找一个 对吧 他有 可 对吧 没有交易量的 对吧 原先有很多客户的 没有生意的把他拿来 他们肯定问你要百分之五的 股股股 股份 对吧 那你就给他百分之五的股份 就算了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他不会乒乓无故的给你的 也不要什么钱 我跟你讲 我最大的犯的错误就是 09年就是没有一个上市公司 那么这种东西的 我如果当时上市公司 我请这个人呢 他敲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就注册好了呢 这个 合理合法 明记延顺 对吧 那 当然了我原先做的事情 都是合理合法的 那么都是有公司 注册的 跟证券会 美国的加拿大都注册了的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你要污蔑你的时候 他说你没注册的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速度慢了一点 没有从这个公司的安全性考虑 现在呢你要继续我的经验教训 就是说先找一个壳 一个可以几万块钱回去 不要钱的都有的 对吧 你就我们就跟他讲了 就给他一些股份 他反正放在那里 不用也不用不用嘛 浪费了嘛 是吧 你没有他有决定嘛 然后就把他内容灌进去 我们两个就叫届时还魂 我早就还魂了 我拿 你还我屁魂了 你自己就不叫还魂了 你要有个公司 对吧 你要有个可 要有个正规的公司 合法注册的 在市场上交易的 你知道吗 你一讲的那个都是 你自己有事有后能赚钱 就叫魂 那不算了 明白没有 我们跟你讨论了这么久了 现在大家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大家都愿意来 我们做一个 B&B 一样的 或者更好的 一个 因为你知道在市场上赚钱 我们这个就叫高丑 对吧 那个一般的人呢 他只有在市场上牛市才能赚的钱 对吧 我在上次前几次这个大的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我是保证不亏什么钱 但是呢 我这 我现在呢 特别喜欢在牛市中赚大钱 我跟你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在熊市当中是肯定能赚钱的 你在熊市当中赚了一大把钱 对吧 对吧 我我跟你这么说 2011 13 14 15 那么 甚至到15年的年底 这些熊市当中 都 1314就是熊市 但是我在熊市当中 也可以每年也可以赚的 你是在熊市里面做的呢 你在熊市里面做的呢 是找那种最有价值的 对吧 就是还是做多 对不对 你要知道吧 华尔街最大的 那个牛逼的 他就是做空一下子就像现在一样的 一下子 你像上次有一个做空的这个 基金的对冲基金 他一下子20个亿就变成200个亿 对吧 他就是做空的一个马拉雅 上次昨天讲的那个是做多的 就是一个列子就是说 他是27个亿 赚了100% 然后 因为大家都喜欢 就投了他 投了他 就变成500个亿 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量 20个亿 自己做的 还不用值他的客户 赚了10倍 赚了就赚了 10倍 100倍 明白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是概念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时间多了 什么都 就紧一口了 现在就原来就是没下去 做这种漂亮的事情 关键要分几步走 选一个壳 买下来 然后 这样 然后就是注入内容 并且要不要多少钱 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债体 对吧 需要一个交易的工具 去让大家都有利口图 对吧 让大家随时用脚投票 对吧 做得好他们就来 做不好就不来 也不要找我们麻烦 对吧 也没有麻烦 你照个口的好处在哪里呢 第一 这个大家可以分享 第二 有政府监管 大家都有信心 明白吧 第三 他现在的情况 假如比如说 你像那个安币一样的 他那个实力摆在那里 500个亿了 人家都相信他 假如我们两个有500个亿 你说1% 还是一年20% 谁不投啊 然后我们把公司又把它卖掉 那就赚多少倍啊 对吧 金融就是这么玩的嘛 就像你讲的话 用惩罚还是用指数的问题吧 那指数也是惩罚吧 这个 好我们就先聊到 今天我们聊到这里吧 给大家就是知道 我们两个继续在工作 OK 拜拜 拜拜